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学习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 上节课针对于销售额的确定给大家梳理完了 那销售额一旦确定,销售额乘以税率,那就是销项税额了呀 一般计税方法下,当期销项减去当期净项 销项税额搞定之后,我们剩余的就是搞定另一半 净项税额的抵扣问题了呀 好,我们来学这个考点 那这个考点呢,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属于考试的备考点 特别是在大题中会呈现不同的考法 当然小题也会出现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个是销项税额能不能抵扣呀 一个是如果销项税额能抵扣 那到底抵扣多少啊 这两个层面都会在我们考试中涉及 OK,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计税方法下 应纳税额等于当期销项减去当期净项 这个公式是不是都记住了 特烂了吧 哎,销项好说 销售额乘以税率 那净项税额呢 就减去净项税额呀 那净项税额是啥 复习一遍 它指的是纳税人够近 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支付或者是负担的增值税额 来,咱们之前就说过 对于增值税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个负税人和纳税人不同的 负税人是谁? 是购买方啊 我们购买方是要实际负担税款的 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比如说一个假企业 假企业它有购进吧 然后有销售吧 好,那销售的话 我们确认的是销项税额呀 如果是一般计则方法 而购进的时候 我们就涉及到去确定净项税额呀 那这个净项税额不就是上游 比如说这个上游是A企业吧 上游这个企业的销项税额 那不就是购进方这个企业的净项税额吗 同样的呀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购销它链条的问题呀 A把货物销售给假销售价 跟假从A这儿购进货物这个购进价一样 这是我们所说的 对于假它的净项税额的确定问题 OK在学习我们净项税额抵扣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两个抵扣要点 理解就可以 第一个咱们国家呢 采取的是购进扣税法 销项兼净项 其实这个净项什么时候能抵扣呢 购进的时候符合抵扣条件的 我们就在购进当期就作为净项税额抵扣了 购进当期就净项税额抵扣 而且这个抵扣稍微提醒大家 它并不是要和我们这一批货物对应 那你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企业啊 假企业 五月份购进了一批货物 购进了一批货物 然后完了之后呢 哎这是五月份的 那这一批货物直到七月份才销售 那这个镜像啥时候抵扣 注意它是在五月就抵扣了的 而不是要和七月份销售的时候去匹配 一旦五月购进的时候 它符合抵扣的条件 那么在当期就准于抵扣了 当然在五月来说的话 虽然这批货物购进 这批货物没有销售 但是有其他的货物销售吧 它是能够找到当期所对应的销像的 那么你就在当期五月去抵扣你的镜像去 然后销像也该算算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按照同一批货物来进行匹配的 哎我们国家这种是不是还比较简面呀 我们只需要去找你当期购进了什么 能不能去抵扣 然后你当期销售了什么 确认多少的销像就可以了 它是独立的 来再接着来看 增值税应纳税额是什么呀 是当期销像减去当期进行 那如果你这个应纳税额大于零 那就交税呗 是应纳税额 就像国家交的税 那如果小于零呢 小于零就相当于是销像税额小于进行税额 那可以截转下期去抵扣的 可以截转下期 再特展一点点 其实符合条件的 它还可以申请退还呢 只是在初纪里面没有讲那么复杂 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小于零的话 可以截转下期去抵扣 OK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接着再来看 咱们增值税的一个原理性的问题 其实咱们之前提过 在视同销售里面提过 增值税 它是一个链条性的征纳税方式 啥是链条式 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货物一般来说是从生产企业 然后流转到批发企业销售 流转到零售企业销售 最终才流转到消费者个人 对不对 那对于生产企业来说的话 它是不是有购有销 每一个企业是不是都有购有销 来看了 那购和销还有什么关系呢 针对于生产企业的销 和下游的批发企业的进 是不是一致的 没问题啊 你把货物卖给批发企业 这个卖家 那岂不是就是对方的买家了 所以他们两个是一致的 那再接着 批发企业的销和零售企业的进 那价格也是一样的呀 OK 这都是一样的 那对于生产企业来说 那如果他要计算一大税额的话 那就是销项减去进项了 那对于批发企业 我们来看啊 批发企业 这个好说 那就直接还是销项 减去进项 没问题吧 销项能确认出来吗 能啊 销售价嘛 乘以税率 那进项呢 那这个进项 那不就是上游的销项吗 能确认出来吗 能呀 上游要算销项 那你下游 你要算进项的时候 其实对方销售方是给你开票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 平票抵扣的呀 是销进底扣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链条式的 上游的销项 其实就是下游的进项 上下游的关系 那是要注意的 它是一个链条式的征拿税方式 OK 最终的这个付税人是谁啊 就是我们消费者个人了 消费者个人是最终的一个付税人 当然我们支付所负担税款的是谁啊 其实是销进方啊 购进方是要支付税款的 而销售方是收取税款的 收取完之后 他得交给国家呢 但是真正的付税方 那是属于购进方啊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些是属于原理层面的 能理解最好是有类于你学习增值税的整体的一个框架 那如果理解不了咱们就直接看考点了 来考点 第一个层面是能不能抵扣进向税额的问题 我们要判定哪些是能够抵扣哪些不能抵扣 首先进向税额抵扣的条件 要有合法的扣税凭证 一般来说凭票合法的扣税凭证 另外要用途合理 其实也就是与肖像配比 咱们一直在说 因纳税额等于肖像减去进向 那这个肖像得有啊 你没有肖像的话 你何来进向抵扣的问题啊 所以这两个层面 我们先来看合法的扣税凭证 合法的扣税凭证 主要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 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另外还有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交款书 以及农产品的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 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以及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和符合规定的国内旅客运输发票 好非常多是吧 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在这里考 考多选题 ABCD全选 那有时候你得过一遍啊 有时候不是ABCD 有时候选三个 或者选个多选题呢 单选题呢啊 来看一下 如果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 一般它是不属于合法的扣税凭证的 是不能够抵扣进消税额的 来了 比外那就是普通发票了 咱们一直在说专 增值税专用发票 它是属于合法的扣税凭证的 如果购进方 它取得增值专用发票 一般来说是可以扣除的对不对 可以去抵减的 那普通发票呢 一般来说是不能够抵扣的 普通发票一般不能 当然这里有个电子普通发票 电子普通发票 在某些情况下 它是作为合法的扣税凭证 可以抵扣进消税额的 OK 这是这个层面啊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平票抵扣 哪些是平票呢 纳税人购进 后劳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交款书 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以及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这些情况下 一般来说 可以凭票抵扣 按照凭证上 凭证上著名的增值税额 从肖项税额中抵扣 好 这是这种情况啊 那除了这种情况 咱们再来看一个 纳税人自境外 单位或者是个人 购进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从税务机关 或者扣交是义务人处 取得的代扣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著名的增值税额 也是准于抵扣 其实这里咱们都已经说过了啊 注意一下就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增值税专用发票 咱们说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可以抵扣的 那我看看 票样是什么样的 简单看一下 咱们考试不会给你票样的啊 这是购进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它可以作为净项税额抵扣 是不是啊 可以作为净项税额抵扣 那抵扣多少呢 凭效抵扣 凭效抵扣 这个票上著名的税额 那就是净项税额呀 来看一下 那票上著名的税额是多少 嗯 这是购买了一个电脑 那它的单价有 税额有 价税合基金额也有 那这里所著名的税额 230.09 那就是属于我们的净项税额 这就是评票抵扣 评票抵扣 就是专用发票上著名的这个税额 就是净项税额呀 那净项税额可以减掉呀 可以从消耗税额中抵扣呀 这就是评票 好说了一遍吗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这个样子的 其他的发票我就不给大家看完啊 来说一下场景 海关进口增值专用交换书 那显然是你进口的时候海关给你开的啦 代扣代缴税款的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扣角义务人 哎 他代扣代缴税款的时候的完税凭证呀 以及增值电子普通发票 咱们后面还会用到 这几个都是凭票抵扣的 总之你有了票 票上著名的税额 那就是净项税额 那再有这个票从哪来的 是不是从卖电脑的销售方来的 销售方给你开的啊 把这个关系给他把握明白 谁开票 一般来说是销售方 然后他卖东西收钱 然后开票 开票给购金方 OK啊 这个开票方要注意了 那自然开票方 他要确认销项 如果是一般大税人的话 确认销项 他的销项其实就是购金方的 镜像 也是刚才链条式的一个问题 OK 我们再来看啊 购金固定资产 镜像税额能不能抵扣 他其实是有历史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历史的严格呢 我们简单理解就可以 因为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时间点 时间段的问题 那你基本上知道他在说什么 四个时间点 对于固定资产而言 咱们国家啊 其实2009年 1月1日之前 你购金固定资产 镜像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 你只有购金货物 然后把货物 比如说生产 卖出去 那你这个时候 镜像税额准于抵扣 但是如果你购金机器设备 这种大件 镜像税额是不可以抵扣的 直到2009年 1月1日之后 哎 一般那是 如果外购用于生产 经营的固定资产 可以抵扣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三个固定资产 小汽车 摩托车和游艇 除外 那这三个固定资产 直到2013年8月1日 才准于抵扣 也就是说 企业购金 汽车 摩托车 游艇 哎 这个时候也准于抵扣了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时间点 是2016年5月1日 哎这个是不是属于 银改增的时期 嗯 那他这个时间之后 如果 购进 或者是取得 那这个取得范围非常多 包括直接购买 接受捐赠 接受投资 自建 抵债等等 这种方式取得不动产 那这个或者是 不动产再建工程 进向税额呢 分两年抵扣 第一年抵扣60% 第二年抵扣40% 这个背景了解就可以啊 因为现在 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 咱们如果你随便做题 会有 呃 我们过时的问题啊 所以一定要做最新题 在我们曾经 1718年的时候 有这么考过 但是现在 没有分两年抵扣的啦 在2019年4月1日之后 纳税人取得 不动产或者 不动产再建工程的 进向税额 不再分两年抵扣 意思也就是说 在现在 2022年了 那取得不动产 或者是不动产再建工程 它的进向税额 准于抵扣 而且可以一次性抵扣 也就是 截止到现在来说 所有购进 你无论是货物类的 然后原材料类的 还是固定资产类的 像这种机器设备 还是不动产类的 进向税额 只要符合条件 你都是可以抵扣的 而且可以一次性抵扣 所以这只是一个时代背景 那这几个时间点 来 只是咱们增值的一个改革而已 2009年1月1日 购进 有形动产 可以抵 固定资产嘛 当然 两车一挺除外 那直到2013年8月1日之后 两车一挺 购进的时候 也可以抵 然后再到2016年5月1日 购进不动产 抵 但是分两年抵 然后再到2019年4月1日 购进不动产 它就可以全额抵了 全部抵 不再分两年了 也都能抵啊 这是四个时间点 那咱们后面 再讲到相关内容的时候 或多或少 还会遇到这四个时间点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OK 来看一下 一般纳税人 购进货物服务取得的 下列合法凭据中 属于增值税 扣税凭证的用 扣税凭证 咱们说了很多对不对 好像有六项 要记吗 过一遍就行 农产品的销售发票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然后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国内航空运输电子客票 行程单 飞机票 OK 然后海关进口增值专用交款书 OK 选选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给你增值普通发票 那你就不要选了 好 选选 OK 再来看啊 特殊的抵扣政策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它抵扣的话 它抵扣多少 首先 购进农产品 购进农产品 关于农产品 它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要判定 它购进的是啥样的农产品 如果购进的是免税的农产品 免税农产品 咱们后面一会也会提到啊 啥是免税农产品呢 如果是农业生产者 他销售资产的农产品 这就是免税的 农民销售资产的农产品 免税的 那如果一般纳税人 他购进 我们现在还在说 进向税额的抵扣前提肯定 针对于一般纳税人 一般积税方法呀 所以 如果一般纳税人 他购进农产品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去 抵扣进向税额呢 如何抵扣 看情况 如果购进的是免税的农产品 这个时候 凭取得或者开局的销售发票 或者是收购发票 然后计算抵扣 他不再是凭票抵扣了 不再凭票抵扣 来我们区分一下 那如果是购进已税的农产品 也就是说 一般纳税人 他是从哪儿购进的 比如说 他不是从农业生产者 他是从其他的超市 非农业生产者呀 那这种购进的 就是已税的了 那这个了解就可以啊 我们来看具体情况 如果一般纳税人 他是从大规模企业 也就是一般纳税人 手中购进的 那一般纳税人 是不是给他开票呀 开专票呀 或者是从境外进口的 那海关要给他开 进口增值税专用交换书呀 总之 如果是这种企业 或者是进口来的 那这个时候 进项税额咋办 凭票抵扣 票上著名的增值税额 就是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 那接着 如果是从小企业 小规模纳税人 手中购进的呢 小规模纳税人 给他开票吗 开 开啥 也可以开专票 那开专票的话 这个专票显然是 3%的征收率 他不在税率了吧 咱们一般拿税人开票 才能够开 税率的票 一般拿税人 才能够开9%的 农产品是9%的呀 还记得吗 咱们在讲税率的时候 说有一些初级的农产品 适用的是国际民生的 低税率 9%的税率 所以农产品 9%的税率 这是一般拿税人开的 但是小规模纳税人 人家只能减一级税 开票的时候 也只能按照征收率开 那开的就是3%的了 好 那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要稍微注意 镜像税额 它还凭票抵扣吗 好 注意啊 这个情况 咱们国家给予政策了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让你计算抵扣 计算抵扣 其实是抵扣的多了 因为计算抵扣 这个镜像税额等于 票面金额乘以9%的扣除率 为什么多了呢 来分析一下 如果凭票抵扣 我们是不是扣除的是3%的征收率 哪一个企业不愿意抵扣更多呀 所以他当然是想按照9%的扣除率抵扣了呀 国家给你这个政策了 你就得用啊 所以针对于从小规模那是人 购进农产品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采取的是计算抵扣 计算抵扣和平票抵扣不一样 平票抵扣是凭着这个专票 或者是海关进口增测专用交款书 那上面的税额你就是金项税额 而计算抵扣呢 是用票面金额乘以9% 好 那刚刚还有 如果是购进免售农产品 这个时候也是计算抵扣对不对啊 他直接是用买价乘以9%的扣除率 去计算抵扣就行 好 这是计算抵扣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 购进用于生产或者是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 其实也就是深加工 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是按照9%的扣除率 而是按照10%的扣除率计算 金项税额了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扣的更多了呀 你金项扣的越多 我赢纳税额交的就越少啊 那这种情况下是深加工 比如说一个这种超市吧 他购买农产品这种特产 然后完了之后 他委托加工月饼 那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委托加工月饼月饼 就显然是用13%的货物 他不是农产品了啊 那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这不就属于深加工吗 深加工这种情况 就是按照10%的扣除率 来就计算金项税额了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 来总结一下 对于购进农产品 我们其实要看用途的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购进农产品 用于销售 用于餐饮服务 购进农产品 用于餐饮服务非常正常吧 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9%税率的货物 都是9%的扣除率 只有一种例外 如果用于生产或者是委托加工 13%税率的货物 也就是深加工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让你扣得更多 10%的扣除率 好 这是刚刚咱们说过的问题 来 这个问题 咱们要给大家再重新梳理一下 再次梳理一下啊 来看一下 对于购进农产品 你应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学习和掌握 首先 那你要注意 你如果是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的 那显然你购进的是免税的吧 直接计算抵扣 计算抵扣 那这种计算抵扣 我们找的是买价 乘以一个扣除率 一般9% 当然特殊情况下就10%了 那再有 如果你购进的不是免税的 那你就是购进的是其他 其实是已税的了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区分 它是一般纳税人手中购进的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手中购进的 那如果一般纳税人手中购进的 一般纳税人给你开的是 9%的税率的发票呀 而小规模纳税人 他给你开的是3%的专票呀 我们现在的前提是 针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 那你给我开票 他当然是要求开票了 因为我要抵我的镜像了 那对于这个抵进项来说的话 怎么抵 这种情况下 直接凭撬抵就可以了 凭专票 或者是你是进口来的 凭海关进口增值专程全换书 凭撬抵扣 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这种呢 他取的专票也是凭票吗 不再凭撬 而是计算抵扣 这是国家给予的一种 你能抵扣更多的政策 它是用专票上著名的票面金额 乘以9%的扣除率 当然一样特殊情况下也依然是10% OK啊 特殊情况下是10% 这是我们所说的构计农产品 咱们又给大家复习了一下刚刚的路径 一定按照这种路径来进行去理解和学习 当然最常见的 其实最下面一种 在我们考试中小规模纳税这种也是要稍微注意的 它不是凭票 它是要计算抵扣的 好 看个题 假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9年7月从小规模纳税人处一公司购买一批农产品用于生产饲料 用于生产饲料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著名税额是 税额300元 然后金额呢是1万元 这是从小规模纳税手的固件 我们再来看已知条件 已知当月申报抵抗计将税额扣除率给你了9% 那你现在就直接用了呀 直接用票面的金额1万 然后乘以9% 口算你是不能算出来 直接选B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给你劣势了啊 直接口算 我们直接选B就行 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农产品的扣除率是已知你不用记 但是为什么用9%不用10%呢 来看一看 这个购建农产品之后它干嘛了呢 生产饲料 饲料它是属于农产品 咱们在讲税率的时候有说过 饲料它依然是属于低税率9%的货物 农产品 那么这些来说的话 我们当然是用9%而不是10%了 它不是深加工啊 它不是生产或者是委托加工13%税率的货物呀 所以扣除率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是9% OK 再来强调一下 这个是从小规模纳税人手中购进的 虽然取得了专票 但是不用凭票抵扣 它如果凭票抵扣的话 它只能净项税额是300 净项税额300 它抵的更少啊 国家给你政策了让你抵9%的扣除率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用啊 所以选B为正确答案 好 那说完农产品之后 我们再来看 扣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这个强调的就是它是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不是国际的 也不是国外的啊 是国内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如果取得专票 可以凭票抵扣 还有如果取得电子普通发票 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凭效抵扣的 这里出现了电子普通发票 注意 如果是增值税 就这种 纸质的普通发票 是不能够凭票抵扣的呀 它不能抵扣 但是电子普通发票 这个名是普通发票 但是它的本质是专用发票 所以它们两个都是可以凭票抵扣的 接着再来看 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形成单 铁路车票 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 这几个都有一个大前提 它是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飞机票 火车票 和公路水路票 对不对 电子普票 我可没有强调是著名旅客身份信息啊 而飞机票 火车票 和公路客票 是必须要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如果没有著名 这个时候是不能够抵扣的 好 下面三个一起看 下面三个都是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那么它们应该如何抵扣呢 全部计算抵扣就可以 如何计算法 飞机票 是票价加燃油附加费 除以加9%乘以9% 因为都是交通运输服务呀 直接 加身分离除以加9%乘以9%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加燃油附加费 注意它不加什么代收的机场建设费 都不加的啊 接着火车票呢 直接用火车票上的票面金额 除以加9%乘以9% 而如果是公路水路客票 这个时候是除以1%乘以3% 咱们这种情况后面还会提到 它是一般情况下按照简易计算方法 所以征收率是3% 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而在考题中 9%和3%都会已知告诉你的 那你就直接带入去计算就行了 要注意加车分离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准与抵扣的金项税额 它如何处理 还是要强调一下 上面所说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它是限于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 啥意思啊 咱们现在还是针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的吧 一般纳税人够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作为净项税额抵扣 大前提你别忘了 还是够进 还是一般纳税人 那如果我们这个是个人拿到的 对不对 你个人 你有飞机票 有火车票 有咕噜客票 那这个个人 他是要是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啊 你这个员工 你拿这个票去找你们这个企业 你这个企业才可以抵扣 他得有劳动合同的关系啊 还有另外就是 以及本单位 作为用工单位 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啥呀 用工单位 那就涉及到有三方关系 劳务派遣公司 然后劳动者 以及用工单位 用工单位也就是劳动者要去用工单位 这里是上班去工作的 那用工单位他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同样也是符合规定的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呃 这个小限制 注意选择题 好 那当然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一个企业 他干嘛呢 他邀请了一个 嗯 这种 比如说一个高级讲师 或者是一个高校的老师 来给这个企业 做演讲 做培训 那对于这种情况 那这个兼职的这个老师 他所发生的 这种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不能 不能减压 因为他没有合同关系 他也没有这种劳务派遣的这种员工关系 对不对啊 那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来看个题目 甲公司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取得了下列凭证 其中属于 可以抵扣经销税额的 合法扣税凭证 有哪些 来 未著名旅客身份信息 也来个著名 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了 未著名的 这是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形成单 以及著名的是铁路和公路 首先三个一定要著名 一个是飞机票 一个是火车票 一个是公路客票 都得著名 所以这一题 我们C和D都对 而选项B就不对了吧 那谁不用著名 电子普通发票和专票 是不用著名的呀 不用著名啊 不用著名 OK 所以他未著名 也同样可以评票抵扣 可以评票抵扣的 OK 所以这题选ACD就可以了 电子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 你不著名 依然是可以评票抵扣的 而飞机票 火车票和公路票 是一定要著名 才可以抵扣的 这个点要理解清楚 OK 那咱们刚刚所涉及的 就是属于我们 镜像税额的抵扣问题 来 总结一下 关于镜像税额的抵扣 我们最关键的 你要注意抵扣的一个前提呀 他要有合法的扣税凭证 然后还得用途合理 也就是有肖像来跟他匹配 对不对 那用途层面 咱们等会儿还会给大家 反向去列举 而合法扣税凭证呢 注意非常多 各种的专票 然后还有电子普通发票 但是谁例外呢 如果是增值税普通发票 那一般来说 不属于合法扣税凭证 好 非常多 那着眼于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农产品 购进农产品 咱们再提镜像税额的抵扣 依然是在说 针对于一般拿税人呢 把这个大前提你别忘了 咱们再讲购进呢 还有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OK 来看农产品 农产品有评票抵扣 有计算抵扣的 计算抵扣 那评票抵扣主要是专票 和海关进口增税专项书 而计算抵扣两个 一个是从小规模拿税人手中 扣进 小规模拿税人给你开票了 开的是 3%的专票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 评票抵扣 而是按照9%的扣除率 去计算抵扣 那如果是从农业生产者手中 扣进的这种免税的 免税的一样 我们是评票抵扣9% 当然特殊情况下 我们诶 身加工的情况 我们直接是用10% 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种情况 而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呢 它同样也有评票抵扣 和计算抵扣的问题 那评票抵扣呢 主要是专票 然后还有电子普票 而计算抵扣呢 主要是注明 旅客身份信息的 飞机票 然后火车票和这种公路水路客票 注意一下就行了啊 这是我们进项税额的抵扣 以及相关的计算的问题 是评票还是计算 农产品和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这种计算问题要把握清楚 OK 这一块咱们就说完了 那紧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不得从消息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判定它到底能不能抵扣 其实我们正向是一种方式 而我们反向 那更是一种方式 别计反啊 考评非常高 首先第一个 不再产生后续的消息税额 有四项 四项非正常损失 以及引改增的特殊项目四项 三个四项 它是不得从消息税额中抵扣的 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不再产生后续的消息税额 哪四项 用于减免扶人的 购进 货务劳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四个字 减免扶人 啥意思 减是减易击税方法 免是免征增值税项目 扶是集体福利 人是个人消费 那还是针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的 如果纳税 一般纳税人购进货务劳服无形资产不动产 用于减免扶人 哦 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减是啥 减易击税方法 是不是直接算的是应纳的增值税啊 没有肖像金项的问题了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无肖像 然后免 免免税 无肖像吧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咱们回忆一下 师同销售里面 购进货物 如果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那这个时候不是同销售 对不对啊 所以这四项里面 它其实都没有肖像税额的问题 没有肖像 你拿什么抵扣金项 所以这四项 不能够抵扣金项税额 不能够抵扣金项税额啊 好 四个字 用于减免扶人的 购进行为 那不能够抵扣金项 别急反了 接着 增值税的是同销售和金项税额的抵扣 刚才咱们提了一下 来 再复习一下 购进货物如果用于扶人 不是同销售 没有肖像 金项税额不得抵扣 肖像和金项匹配的嘛 然后购进货物用于投分送 那这个时候 是同销售 同样有肖像 金项税额准于抵扣啊 和是同销售 又链接在一块了 来 再来看一些小细节点 不得抵扣金项税额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仅止专用于上述项目的 这些东西 专用于 那如果是既用于上述项目 不允许抵扣的项目 又用于可以抵扣的项目 那这个时候 金项税额能不能抵扣呢 来 注意一个要点 它是准于全部抵扣的 是一个考试重点 是一个考试重点 当然 如果是租入的 固定资产 不动产 既用于一般计税 又用于减益计税 免征 增增增项目 集体福利 更人消费 同样也是全额抵扣的 也就是说 租入和购入 是一致的 是一个意思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公司 它购进一处房产 不动产吧 一层二层 咱们作为生产车间 三层四层 作为职工福利 此时购进的房产 你购进房产 金项税额嘛 那你这个金项税额 对方给你开票了 你这个金项税额 能不能全额抵扣呢 能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 如果这种情况 它相当于既用于又用于 既用于不能抵扣的项目 又用于准于抵扣的项目 此时金项税额是准于全额抵扣的 但是如果它是全部专用于职工宿舍 金项税额不得抵扣了 好 专用和兼用 你兼用也行啊 或者你叫混用 都是一个意思 OK 专用于 减免扶人的 那么他们是不得抵扣的 但是一旦兼用或者是混用 那这个金项税额是全额抵扣的 是全额抵扣 好 这是这个啊 那再接着 刚才所说的是属于 用于减免扶人的购进项目 对不对 购进行为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非正常损失 也是有四项 非正常损失这四项到底非正常损失是啥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指的是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 丢失 煤烂便质的损失 然后还有被执法部门依法没收 销毁和拆除的货物不动产的损失 两层意思 两层意思 一个是因管理不善 第二层意思是被执法部门 他们两个都属于非正常损失 来辨析一下 如果是因为自然灾害 毁损或者是发生合理损耗 这个时候金项税额是准于抵扣的 它不再属于刚刚所说的 非正常损失的这个问题了 OK 注意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力的毁损 或者是发生合理损耗 这个时候是准于抵扣 它们两个区分开来 那我们再来看非正常损失 购进货物 然后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交通运输服务 以及再产品购进货物 不动产 不动产自然工程 这些细节你也不用看 总之关键资源在于非正常损失 它的判定问题 一因管理不善 二被执法部门 他们这才是重点 而反向的自然灾害 合理损耗都是准于抵扣的 OK 这是这个问题 那同样我还得需要给大家来说 另外一个内容 是运费 这里提到了交通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不就发生了运费吗 那一般情况下 运费是随货物走的 这个小点 是在我们考试中偶尔会设计的 也是属于一个小难点了 什么呢 你购进货物 发生非正常损失 货物的金项税额不得抵扣对吧 我们现在还是在讲的是不得抵扣 那对应的运费也是不得抵扣的 来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般纳税人 这个企业啊 他们购进一批货物 购进一批货物 比如说支付不含税的价款 咱们是100万元吧 如果你要确认 金项的话 是不是100万乘以13%就可以了 你在购进货物的时候 你显然有时候会发生运费呀 你要把这个货物运回来呀 你要支付运费 那这个时候运费 比如说我们花了10万的运费 那乘以税率9% 不就是运费所对应的金项税额吗 那来了啊 如果没啥问题 咱们确认的金项 是不是把它们两个加一块就可以了 也就是13加上0.9 没问题吧 那但是如果它在运输的过程中 它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这个时候金项税额就不得抵扣了 被盗了 你在运的时候被盗了或者丢了 那你对于这种情况来说的话 那货金项税额没了吧 你发生相应的运费 也是随货物走的 都是不得抵扣的呀 好 这就是运费随货物走 它的一个含义 理解就可以 咱们考试如果考的是相对比较 领厚和发散的 就会往这个运费这儿 也一并去考察 要注意 非正常损失它的一个理解 以及运费随货物走的一个含义 OK 咱们再来看 盈改增的特殊项目 盈改增的特殊项目也是四个 是购尽的 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居民 日常服务 以及娱乐服务 那不得抵扣金项税额 四个字 带餐长乐 带餐长乐啊 那么这四个字来说的话 也是属于我们考试中 非常高频的考点 注意 针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 如果购尽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和娱乐服务 是不得抵扣的 把这四个字给他 诶 记一下 口诀啊 带餐长乐 当然 如果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支付的 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 投融资 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 不得抵扣 他其实还是和贷款服务有关的 贷款服务都不能 他相关的这些 也是不能抵扣的 那还是这四个字啊 带餐长乐 注意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四项 那这四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所提到的 净向税额 抵扣的问题 其实都是在 反向的去列举 不得抵扣的情形 来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 是不是用于 减 免 服 人 得 购 进 行为 净向税额 不得抵扣 那么针对于不动产呀 无形资产等等 他专用于减免服人的 那这个时候不得抵扣 专用于 不得吧 那如果是兼用 或者是混用的 这个时候 注意不动产 无形资产这类的 他是可以全额抵扣的 这是属于一个小重点 好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发生 非正常损失 发生非正常损失 当然这个非正常损失呢 要理解它的含义 因管理不善 管理不善造成的 被盗 丢失 毁损 变质 等等等等 然后还有一个被执法部门 拆除 好 这种啊 是非正常损失 当然 如果是自然杂害 然后合理损耗 这个时候 进行税额是准于抵扣的呀 OK啊 注意这一点 第三个 是什么呀 购进的是 带 餐 区民日常服务 以及娱乐服务 进行税额是不得抵扣的 注意了啊 这三层意思 当然 带餐长乐 你餐饮服务 购进是不得抵扣 你如果购进住宿服务 取得合法的扣税平成 是可以抵扣的呀 咱们没有住宿吧 只有带餐长乐这四项 OK 把不得抵扣的这三大项目 给他寄牢考试的时候 属于B考点 OK 看题目 一般大事人购进的下列服务 不得抵扣 进行税额的有 不得抵扣 带餐长乐 谁不是啊 餐不得抵扣 带乐 长 A B C D 直接扣那四个字吧 带餐长乐 接着来看 一般大事人购进货物 用于下列情形的 进行税额不得抵扣 哎 集体福利 销售投资交进应酬 在说什么呀 那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属于购进行为 用于减免扶人了 扶人呢 个人消费 交际应酬是属于 个人消费的 这属于个人消费 交际应酬 招贷呀等等 都是属于个人消费的 一个层面 所以这一题 我们就直接选 A B就可以了 而用于销售有销项 进行税额不得抵扣呀 哎 购进的货物用于投资 这属于市场销售有销项 进行税额不得抵扣呀 所以我们这一题 无论正选还是反选 你都能够选对吧 好 这两个 你显然是准于抵扣的 而多选题 那你显然是扶人了 直接选A B就行 这是这个问题 接着再来看 下列项目 进行税额不得 从相向税额中抵扣 不要看反了啊 来看一下 不得抵扣的 三层意思嘛 一个是 购进行为 如果用于减免扶人 发生非成长损失 购进代三常乐 是不是 这三层意思 我们来看 如果购进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扶人 前面扶人不得抵扣呀 所以我们先把A选上 没问题吧 然后再来看 生产应税产品 购进的原材料 对吗 你购进原材料用于生产应税产品 应税产品是不是后面还会把它卖出去呀 有销项啊 有销项 我们购进原材料 它的进行税额是准于抵扣的 是准于抵扣的 也就是说 购进农产品 它如果用于生产产品 它其实属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有销项 未来有销项 进行税额当然准于抵扣 所以选项B不要选了啊 选项C和选项D 都是在说因管理不善的问题 管理不善 变质被盗 进行税额不得抵扣 所以这一题 我们选正确答案 A C D就可以了 OK 刚才所说的是 进行税额的抵扣问题 它们这三种层面上 都是不得抵扣的 要注意把握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分摊抵扣问题 前三种一般来说 都是不得抵扣 而什么时候分摊抵扣呢 其实刚才咱们讲到专用 以及兼用的时候 给大家提了一点点 专用兼用 咱们主要是针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来说的 但是有一些是原材料呢 针对于一些原材料存货类的 其实我们不是不能抵 但也不让你全抵 而是奔担抵扣 看一下啊 如果一般那是人 他兼营 减 免 这种情况的 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 这个时候 我们要按照销售额的占比 来进行确定 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 啥意思 其实啊 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 我们想想 如果你在生产 一个生产应税产品和生产 这个免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说 你购进很多的金项税额 比如说你有一些水电费吧 那你这些是没有办法划分的吧 那你咋办 你如果发生金项税额是十万元吧 金项税额是十万元 那你怎么去确定不得抵扣的呀 我们就用不得抵扣的收入额除以一个全部的收入额的占比 你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不就可以找出来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了吗 然后用全部的十万的金项税额乘以免税的 那你比如说免税的它的一个销售额是一百吧 然后应税的是二百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用免税的一百除以一个一百加二百总的 这样的一个销售额的占比来去乘以我们全部的金项税额 就划分出来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了 这就是一种分摊抵扣 不用死经备 只用注意它是一种分摊抵扣就可以 就这么个分摊法啊 还有这个政策的主要是适用于纳税人购进 混用的除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登产以外的其他货物 主要是存货类的 当然这个公式啊 咱们教材里面给了这个公式 其实你也可以变形一下 变形成什么 你既然能算出来不得抵扣的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问准于抵扣的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去换算一下准于抵扣的 等于无法划分的全部的金项税额 再减掉一个不得抵扣的金项税额对不对啊 你相当于再代入再做一步 其实我们可以一步来的 一步到位 准于抵扣金项税额等于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金项税额 乘以一个 你准于抵扣的一般金项方法的金项项目啊 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 那还是刚刚那个例子 那你十万元 然后我们乘以一个比例是多少 应税产品是200销售额 然后总的是100加200 这样也是一步到位啊 一步到位你也可以这样用 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 他问是准于抵扣的还是不得抵扣的了 你这两种都是一个意思啊 不用死尽背吧 只用注意对于货物类的原材料存货类的 它是分摊抵扣的 来总结一下 针对于购进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如果兼用兼营的话 金项税额准与全额抵扣 再复习一遍了 而如果购进原材料 这种存货类的 如果兼营的话呢 这个时候是分摊抵扣的 不让你全抵 但是抵的话 分摊抵扣按照销售额的比例 进行分摊抵扣 好这是一个小点啊 来举个例子 某制药厂是增值税一般拿税人 2021年5月销售应税产品 不含税收入100 销售免税产品收入50 收入分别都有了吧 然后购进原材料 取得专票 著名税额 税款是6.8万元 无法划分号料情况 这就是总的镜像税额 然后我们要按照销售额的占比 来进行计算不得抵扣的 对不对 那所以就直接是用6.8 然后乘以一个免税的 占全部1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就算出来不得抵扣的了 不得抵扣算出来了 我们要再算准于抵扣的 那是不是用全部的6.8 再减掉一个不得抵扣的 不就是准于抵扣的了吗 或者是直接利用刚才老师给你的这个 变形公式 直接算用 应税这个 这个销售额占全部的销售额的比重 直接算是不是一样的结果呀 完全一样 好 只是给大家一个变形小公式而已 好 理解就可以 这是分摊抵扣 针对于原材料这种存货类的 它需要分摊抵扣 那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一个小尾巴 是扣减和转增进向税额的规定 啥是扣减 啥是转增 咱们分别来看 首先扣减进向税额 它针对的情形是 已经抵扣过进向税额的购进项目 后面呢 改变用途 当然是不得抵扣了 或者是发生不得抵扣的情形 你之前好好的准于抵扣 后面呢 你用于减免负人的这种用途 那就不得抵扣了吧 其实扣减进向税额 不就相当于是进向税额转出了吗 那进向税额就少了呀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针对于一般货物 那就直接从进向税额中扣减 进向税额扣减掉 你不就少了吗 你抵扣的少了 你交的税就相当于多了啊 来再来看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我们这种呢 不得抵扣的 是用净值乘以税率来进行确认 净值是啥 就是原值减掉一个折旧会贪消啊 而不动产呢 其实也是净值的一个问题啊 它是以底括括的进向税额乘以不动产的净值率 净值率就是净值除以原值 这是一个净值率的问题 OK 总之这几个都是在体现净值的问题 咱们主要啊 体现的是净值 净值 净值是原值减掉一个折旧或者是贪消 来举个例子 甲公司是增值一般大税人 2021年7月销售部门使用的一处房产 被执法部门依法拆除 到这 那你销售部门使用的房产原来是可以抵扣的吧 后来呢 被执法部门依法拆除 属于非正常损失 进向税额不得抵扣 嗯 那该原值是500万 现净值是400 够进了时候取得了增税专用发票 并且准于抵扣的进向税额 专用发票 著名的税额是45 好了 当时抵扣了 而且抵扣了45 那么现在呢 要转出 要扣减 对不对啊 那么现在如何转出 有净值吧 净值是400啊 然后原值是500啊 所以我们直接是用 已经抵扣的进向税额45 然后乘以一个 400的净值 除以一个500的 哎 这样的一个原值乘以100% 这样不就算出来了我们的 应该转出来的进向税额了吗 非常简单吧 要考虑净值的一个概念 因为原来抵扣了 现在呢 发生非常长损失 要不抵扣 要给你转出出来 转出多少 按净值 来给你转出呀 所以要乘以一个净值率 再接着来看 转增 转增进向税额啥意思呢 其实是之前不得抵扣 购进的项目 然后现在呢 改变运途 变成允许抵扣了 比如说之前用于 减免付人 现在呢 用于应税项目 准于抵扣呀 那我们来看具体的 固定资产 或者是无性资产 那可以抵扣进向税额呢 那还是用净值的一个概念 然后净值除以 一加税率乘以税率 不动产呢 那就是还是净值率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都是走的是净值 或者净值率 好 同样我们来注意一下 刚才的扣减和这里的转增 它们两个有共同点 都是在说净值 而不同点呢 我们会发现前面 咱们在说的时候 净值咱们不需要加税分离 而后面是需要加税分离了 你看 除以一加税率 咱们前面可没有除以一加税率的情况吧 没有 先说原因 购进的时候 已经抵扣了净项税额 你已经抵扣了 净值里面当然不含增值税了 然后所以后面你再转出 也不需要加税分离 相反 你购进的时候不得抵扣 那你相当于净值里面含着增值税呢 那你后面又准于抵扣了 我当然是需要先加税分离了 所以购进的时候 抵不抵扣净项税额 那代表它的净值里面 是不是含着增值税呢 这个要判定一下啊 以理解为主 好 这是这个情况啊 扣减的时候不需要加税分离 而转增的时候需要加税分离 来 关于转增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以公司是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2020年8月购进移动房产 用于职工宿舍 购进房产用于职工宿舍 用于福利 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吧 没问题啊 他购进的时候 即使取得了专票 他也是不得抵扣的 而且还支付了含增值金额 2021年8月改变用途了 转座生产车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是要算 进项税额抵扣了对不对啊 但是他也使用了一段时间 当然要集体折旧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要算准于抵扣的金额税额 怎么算啊 用净值算呀 那你原值刚开始是500 然后现在呢 净值是500减100 1400了吧 1400加税分离呀 然后去乘以税率 就算出来我们现在准于抵扣的金额税额了 之前不能抵 你既然不能抵 你显然这个净值里面是含着税呢 你原值里面 刚开始支付的时候含着税呢呀 注意一下就行了啊 这是转增的问题 来看个小题目 假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的税人 2020年7月将销售部门使用的电脑 作为职工福利发放 之前能抵扣 现在不能抵扣了吧 购金的时候取得专票 并抵扣了金额税额 所以你现在要扣减要转出 当时价款是11.3万元 专票上著名的价款是默认为不含税的价款 这里也已经给你体现出来了 其实已知该批电脑已经具体折旧1.3万元 电脑适用的税率是13% 问应当转出的金枪税额是多少 转出的是多少呀 之前是准于抵扣 那你准于抵扣了多少 价款是11.3 税款呢 直接11.3乘以13%就可以了呀 哎直接这样 但是我们要考虑用净值呀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原值的这个里面 再减掉一个折旧 那减掉一个1.3就可以了呀 不需要价税分离 所以这一题我们直接正确答案 选B就行了呀 好这是这一题的问题 再一次强调 我们要用净值的概念来进行去转出 或者是转增 而且什么时候要 价税分离 什么时候不价税分离 要注意清楚 如果之前抵扣过了 那你现在的你的价值呢 是不含增值税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抵扣 你现在价值是含着增值税呢 所以扣减的时候 包括这一题 是不需要价税分离的 而如果你转增了 你要算准于抵扣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价税分离去处理了 要看两种不同情形下 它的处理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不要选错啊 OK 这是这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小特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 计算应纳税额 不得抵扣金项税额 也不得使用增值专案发票 在说什么呀 那显然这两种情形 它是非常有点这种惩罚性质的了 我们看 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 或者不能准确的提供税务资料 还有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而没有办理的 你看啊 咱们如果达标了 让你办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你如果不办理 我们是鼓励一般纳税人的 你如果不办理 我当然去惩罚一下你了 怎么惩罚 应纳税额我们正常算的时候 是当期销项减去当期进项 那你能少交点税是不是 你能够抵进项 现在呢 我惩罚你 我就让你销售额乘以增值税率 也就是销上这一块 就直接作为应纳税额 不能抵扣金项税额 所以我才说是有点惩罚性质的 当然也不能使用增值税专案发票 好 这是这两种情况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到这儿来说 我们针对于增值税净项税额的抵扣问题 就基本上说完了 来总结一下 首先净项税额能否抵扣 我们要看 第一个看资格条件 前提一定是一般纳税人 如果他是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压根都不要考虑净项抵扣的问题 好 来 那什么时候不得抵扣呢 如果会计核算不健全 或者是不能准确提供税务资料 或者是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你没有办理 还有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这几个都是反向的 不能抵扣吧 刚才说过 第二个要看凭证 必须得是合法合规的扣税凭证 你才有抵扣的问题 如果不合法不合规的 比如说增值税普通发票 这种经销税额一般是不得抵扣的呀 第三个看用途 得用于增值税一般的计税项目呀 如果用于减免服务人 后面没有销项 你何来抵扣的问题 还有如果你没有正常的用于生产经营 你是发生非常常损失了 没了被盗了丢失了毁损了 这个时候镜像税额也不得抵扣呀 好 还有大部分应税行为的购进呢 镜像税额都是准于抵扣的 那谁除外呀 带餐长乐 购进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知名日常服务 以及娱乐服务 镜像税额是不得抵扣的 OK 镜像税额能否抵扣 我们基本上又给大家总结了一遍 三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用于减免扶人的购进行为 发生非正常损失 以及购进带餐长乐服务 这三种非常重要 OK 再来总结一下 对于一般积税方法 咱们现在可算学完了吧 那一般积税方法下 应纳税额 它就等于当期销项 减去当期进项 销项怎么算 销售额乘以税率 税率已知 那销售额得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如果给出来的是含增值税的 我们要价税分离 销项出来了 那镜像呢 镜像能不能抵扣 我们要考虑 第一是否有合法扣税凭证 第二是否发生了 不得抵扣金像税额的情形 比如说有没有发生非正常损失 是否存在应当做金像税额转出的情形 第三个是否存在上期留底税额 咱们在之前讲应纳税额的时候说过 如果当期的销项税额 小于镜像税额是有留底的 这个留底是可以截转到下期 继续抵减的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也稍微要注意 是不是有上期的留底呢 如果有 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截转 本期继续抵扣的 OK 这是我们说镜像税额的抵扣 这三种情况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销像说完了 镜像说完了 我们再算应纳税额 是不是非常简单了 那在我们的不定向选择题里面 也是这样的基本的套路 问你某一个业务的销项是多少 比如说问你一问两问 再问你镜像能不能抵扣 让你凭票去确认 让你看这个三个用途 比如说是不是用于减免服人了 是不是发生了正常损失了 是不是够近了 代餐常乐的服务呀 镜像的判定 有时候还会再去考虑 不仅仅是判定能否抵扣 还有镜像抵扣的计算呀 那往往是出农产品 和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这两个为主 好 销像有了 镜像有了 那这样的话 一般计税方式下 因纳税额 那不就出来了吗 大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常规操作 小题单独的考销像 单独的考镜像 也是非常常见的 好 一般计税方法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呢 还会继续学习 简易积税方法 因纳税额的计算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